联合国气候大会CAP2811月30日 在复产石油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登场 有将近200个国家的领袖和谈判代表 齐聚在这里 希望找出方法让地球 免于因为人类的活动而持续升温 一般预料各国将针对是否该淘汰 或者是减少石油、天然气与煤炭的使用 进行一番激烈的谈判 而峰会的最后是否会达成更具雄心的气候协议 备受到关注 这场在阿联经济中心杜拜举行的会谈 正值地球的关键时刻 科学家预测 2023年即将成为人类史上最热的一年 而造成气候暖化的温室气体排放仍然不断上升 这次峰会开幕当天就传出了一项好消息 各国代表同意启动一项基金 来支持遭受全球暖化冲击的国家 这是与过往相较罕见的突破 也为CUP28带来了一个好的开始 与会的代表们纷纷起立鼓掌欢呼 庆祝在峰会首日通过的这一项气候损失和损害基金 事实上容易受到气候冲击的国家 长期以来追求设立这一类基金 不过一直遭到部分赋予国家的反对 这项基金的捐款承诺目前有4.3亿美元 其中欧盟挹注了2.45亿美元 东道主阿联也投入1亿美元 并且希望在未来获得更多的资金 CUP28主席贾比尔表示 代表们以罕见的速度迅速达成共识 做出了这一项历史性的决定 不过在这一次的峰会中 对化石燃料的未来存有重大的争议 焦点在于是要设定一个期限 逐步淘汰化石燃料 或者是要逐步减少使用化石燃料 CUP28主席贾比尔已经提出 要确保化石燃料的角色 被纳入本次峰会的最终协议里面 事实上贾比尔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他也是阿联国营的 阿布达比国家石油公司的执行长 因此被环境人士批评 他的最大目的是要为 应该被淘汰的化石燃料 来找到一条活路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 则表示 他认为CUP28的目标 应该是逐步淘汰化石燃料 他并警告 如果人类目前的发展轨迹不改变 将会面临一场全面灾难 我认为这种评论 我认为这种评论 包括这种评论 甚至是一种正确的时间制 我认为这种惊喜 我们会留在一种粗糙 不批评的 辅导的 真正的意思 不会让人们有明显 不论是使用逐步淘汰 或者是逐步减少的措辞 对人类来说 真正有意义的仍然是 如何用具体行动阻止地球继续暖化 并且努力实现巴黎气候协定 所设定的升温限制目标 阳网编译张亚涵报导